大家好,这里是绿众悟空i4u,今天是2019年6月3号643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 那我今天之所以录这个视频呢,是因为刚才有注意到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 他呢,有就6430周年纪念发表的一篇官方的文字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他在推特上把这篇文字呢,是分段做了一个转载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记者,他对于美国国务卿的这篇声明呢 他的评价是very strong statement,也就是非常强有力的一篇声明 但是我个人感觉相对于5月29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说法呢 我认为有点,反而是收敛了一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5月29号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他是怎么说的 他的意思是说中共在新疆违反人权的做法必须停止 而且他还说希望在新疆被关押的所有少数民族 尤其是穆斯林可以在这个at holiday之前呢 回去与家人团聚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说了 这个at holiday我去查了一下 他的日期就是6月4号,6月5号 所以我当时说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方面会在6月4号之前会有强硬的动作呢 因为他说你必须停止而必须现在停止 那么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在今天发表的这个官方声明呢 我是并没有看到任何对于5月29号那个谈话的任何回应 就是说具体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声明 他是说在6月4号也就是明天 我们要纪念在1989年6月4号 当中共的领导人决定把坦克开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 中国人民所表现的一种英勇的抵抗 当时的抗议者呢 他们的形式是一种和平理性的抗争 而他们的诉求呢 是民主人权以及对贪腐的结束 那么这样的一种和平理性的抗争呢 是遭到了政府的一个暴力的镇压 另外他还谈到说当时 无论是在北京还有全国的其他各个城市 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 他们为的是这个国家一个更好的未来 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死亡人数至今无人知晓 我们像在那次事件当中 失去亲人的家庭呢 表示沉痛的哀悼 其中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 因为他们尽管要面临很多个人的风险 他们没有停止过对凶手的责任追究 三十年前所发生的事情至今还在激荡着我们的良知 以及这个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的人们的良知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美国一直希望中国能够融入国际的秩序 能够走向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 然而这些梦想都破灭了 中国现在这个一党独大的体制里面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是不能包容任何一个意见 而且呢 实施人权迫害 现在中国公民又遭到了新一轮的人权迫害浪潮 尤其是在新疆 在新疆中共的领导层 是有计划的在实施对于维吾尔族文化的扼杀 以及对伊斯兰信仰的摧毁 手段呢 是通过对几百万的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群的进行拘禁 尽管这个执政党已经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受严密监控的一个国家 但是呢 普通的中国人民仍然在继续行使他们的人权 去成立一些独立的工会 透过司法系统寻求正义 或者是表达他们的一个心声 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因此遭到监禁以及折磨 我们像3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站起来 争取他们应有权利的中国人表达敬意 他们楷模般的勇气 对后来发生在东欧柏林墙的倒塌 以及社会主义的阵营的瓦解 从内之后一代又一代人 他们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一代又一代人们 是一个很好的激励 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去就在天安门事件当中 死亡和失踪的人口 做一个全面和公开的统计 以告慰在历史的黑暗的那一个篇章里 所有牺牲的人们 如果中共能这么做的话 这意味着中共还有尊重人权和基本权 自由权利的一种愿望 我们敦促中国释放所有维护自己权利和自由 而遭到关押的人们 停止滥杀滥捕的行为 另外他还要求中国改变他现在的这个政策 也就是把恐怖主义和宗教主张 政治主张混为一谈的这种做法 然后呢他说中国的宪法里面就已经写明了所有的权利是属于人民的 他的结束语是这样的 历史证明国家的强大在于政府能够对人民负责 遵循法制维护人权以及基本的自由权利 我个人对于美国国务卿的这个官方声明的解读呢 他总共对中国政府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个呢是统计六四天安门事件当中的死亡和失踪人口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要求呢是比较有象征意义的 也就是他不会实质性的触及中国的现行的体制 第二个要求呢等于是递进的 因为他第一个呢他是说作为一个第一步表达善意的一个举动 进一步呢他是要求就是释放政治犯 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要求呢是针对新疆的现状 就是要求把恐怖主义和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区分开来 那我个人认为这第三点要求呢是一种纯意识形态的改变 这个的话如果没有确切的要再行就是针对于现在现状做一些实质性的要求的话 我认为这个也是很虚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相对于5月29号 美国官方的那个新疆的现状必须改变 马上改变这个说法呢我觉得 美国国务卿今天的这个发言 我感觉他的力度反而有点弱了 但是我觉得在他的结束语之前有一句话呢值得引起注意 就是他说在中国的宪法里面权力是赋予人民的 而这句话感觉跟他前面的一句话呢没有太紧密的关联 他前面一句话说的是中国应该把恐怖主义和宗教主张政治主张区分开来 那么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在一个官方声明字数不多篇幅不长的官方声明里面 任何一句话都是有他的存在的意义的 因为我们知道班农据他自己讲 他这十年所倡导的都是一个要把权力归还于人民的这样一种抗争 那么他在欧洲也好在美国就是帮助川普总统竞选总统 都是提出的这样一个政治主张 所以我在想就是他在这里面感觉比较唐突的插入了中国宪法里面说 权力属于人民的这句话似乎刚好跟班农一直以来的政治主张 也就是发动一场人民战争的主张呢是相吻合的 所以我觉得纵观全篇美国国务卿的这篇官方声明里面 我认为重点就是这句话 那么他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还需要且行且看 再插一个小的话题 今天我注意到在推特上有一个推主 他发了一个推文说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被以叛国罪逮捕 而且呢说在他家发现了有500万的美金以及申请美国移民的资料 那么对于这个推文呢 很多人都说是造谣 我就去看了一下 首先呢我注意到 这个实际上是在今年的3月2号 台湾的一个媒体就是三立电视台 他呢就做了这样一种报道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 看中国外交部的官方网站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按照以前 比方说这个我已经倒退到2018年 我就去看了一下 他基本上是华春莹耿爽 还有陆康他们三个人 基本上每一个人呢是担当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的发言人 然后就轮班 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然后我就注意到 在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表态的记录里面 华春莹他最后一次主持例行记者会呢 是2月14号 之后呢就完全是耿爽和陆康 他们两个人轮盘交替的出现了 华春莹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所以这个的话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了将近四个月 所以这个显然是一个不是很正常的状态 在节目的最后 还是按照惯例跟大家用中英法三语 分享一些时事话题 这个信息来源呢 是韩东这个电子杂志 它是有多种语言支持的 那他这个新闻点呢 就是韩东有一部新的电影 题目是天安门与中国的宗教迫害 在布达佩斯首映 我们看这个电影的名字叫什么呢 就叫天安门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那么对应到法文版是什么呢 就是天安门 et la persecution religieuse en shin 好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